要说张大大在主持人中绝对算得上热度很高的 但他的这个热度大多数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 就在网上的视线 全都在关注看清子与记录臣之间的纠葛的时候 张大大去的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 语气十分的愤文 张大大在文中表示 自己这几年一直都被人买水军带节奏 在最后张大大还表示自己手里有证据 知道试水买水军抹黑糖 此次发文试集与那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最后一次警告 好像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说服力 张大大还放出了一张从标题到评论 都是一样的截图 截图截图要说张大大这两年的风评确实不怎么好 也经常可以看见网上关于他的消息 其实一直以来关于张大大就有各种各样的传言 有人说他背景很强 表示张大大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 却可以在这个新人辈出的娱乐圈混得足于得水 而且在张大大身边出现 而那些人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 杨幂 杨颖 王思忠 郭立廷等人都是张大大的好朋友 张大大的朋友圈 让大大这条微博发出之后 就有很多的网友表示 要是您手中真的有证据 那为什么在被黑的这两年中选择了忍气吞声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曝光 还有的网友表示 狠话谁都会说 要想让我们打脸 请先拿出证据 也有很多的人表示 如果张大大说的这件事情是真的 那么花大价钱雇水军黑 那他两年的人究竟是谁 张大大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恩怨呢 张大大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是真的有人在故意的黑他 还是张大大本身就有问题 在下方的评论处说出你的想法吧 本门微博审言创禁止搬运机抄袭